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别下跌超过6%和4% 其次 香港证券市场将在9月23日起实施恶劣天气下如常开示的政策 但香港证券及期货专业总会会长陈志华表示 三个月的准备时间可能不足 特别是对中小型券商来说 系统提升和员工安排等方面存在挑战 最后 香港糖尿联会的电脑系统遭黑客入侵 导致超过2.4万人的个人资料外泄 私隐专员工署已展开调查 并建议相关机构尽快通知受影响人士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网易财经报道 香港恒生指数今日收跌0.11% 恒生科技指数也下滑0.33% 市场上 中原海控表现亮眼 涨幅超过5% 中芯国际和联想集团也分别上涨超3% 然而 并非所有公司都如此幸运 卓航控股下跌超6% 腾讯音乐跌超4% 耀明康德和新东方也都跌超3% 市场波动显著 投资者需保持警惕 东方日报指出 香港证券市场将在9月23日起 实施恶劣天气下如常开示的新政策 香港证券及期货专业总会会长陈志华 对此表示担忧 认为三个月的准备时间可能不足 券商需要在这段时间内提升交易系统 进行系统演练和安排员工 尤其是中小型券商面临的挑战更大 港交所计划在7月初发布支援措施细节 并在8月进行市场测试 若有券商在恶劣天气交易日无法履行结算要求 港交所将代为履行其责任 但这些券商在恶劣天气期间将不能参与交易 并需及时补交资金 陈志华呼吁政府和相关机构制定充分的应对方案 以确保新政策的有效实施 星岛日报报道首届香港优秀施德施丰奖评选活动 近日在港举行吸引了近200名教师和校长参与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活动中撰文向得奖教师表示祝贺 强调教育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教师是立教之本 兴教之源 李家超希望更多优秀教师能为香港和国家培育有制有为 爱国爱港的新一代 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也在活动中致辞 称教师的工作既神圣又专业 肩负着培养学生人格与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 他强调 郝老师必须注重高尚德性和自身涵养 活动还鼓励市民参与市民对特区政府满意度调查问卷 有机会赢取丰富礼品 香港于今年9月23日起实施新安排 证券市场在恶劣天气下如常开示 金融服务界立法会议员李维宏坦言 新安排下难免会有中小型券商遇到成本上升等挑战 希望银行能够弹性处理恶劣天气下不同支付方式 并保持与业界的沟通 同时 希望香港交易所00388能以一个宽松的门槛 让有困难的中小型券商取得支援 港交所于咨询总结提到 会为个别合资格经济 于恶劣天气当天暂时履行交收及结算责任 在解除恶劣天气警告后 经济行需向交易所支付相关款项 交易所将于7月初发布有关支援措施细节的通告 8月进行市场测试及确认市场准备情况 香港电台 港交所在9月23日起实施证券市场在恶劣天气下不停试 香港银行工会发言人表示 工会支持新安排 让香港的交易机制与全球标准接轨 提升香港金融市场整体竞争力 工会将继续与港交所及不同持份者紧密合作 确保新安排顺利实施 发言人指 银行界一直持续投资于科技 并拥有稳健的基础设施 为摇距工作做好准备 配合客户的交易所需 经济日报 私隐专员公署表示 于5月29日收到糖尿联会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 初步显示可能超过24000名人士受影响 公署已建议相关机构尽快通知受影响人士 并已根据既定程序就事件展开调查 据香港糖尿联会网页显示 联会成立于1996年9月 宗旨是为糖尿病患者服务 促进各界人士对糖尿病的认识和关注 以期加强糖尿病的预防和治理 议会支援糖尿病患者及其家人 培训医护人员 以及联系本地及国际糖尿组织 促进学术及临床经验的交流等 明报 香港糖尿联会电脑系统在上月底 遭到未经授权的第三方入侵 导致超过2.4万人的个人资料外泄 技术人员在发现问题后 立即关闭受影响的电脑设备 并报警处理 受影响的资料包括姓名、出生日期、病例、 身份证号码、电话、地址和电邮地址 糖尿联会对事件深表歉意 并表示将近一切努力 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目前他们已与资讯安全团队和专家合作 全面检查和修复伺服器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已接获通报 并建议相关机构尽快通知受影响人士 同时展开调查 网易 6月16日晚 香港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 被誉为儿童和唱团之父的叶惠康去世 享年94岁 叶惠康1930年生于广州 早年就读于广州市培政中学 后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 主修理论作曲 并在美国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叶惠康毕生致力于香港音乐教育和推广 创办了香港儿童合唱团 泛亚交响乐团等多个音乐团体 叶惠康的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 曾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荣誉勋章 童子经兴章和银子经兴章 并在2023年获得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对叶惠康的离世 表示深切惋惜 并向其家人致以慰问 星岛日报 香港糖尿联会在5月底发生资料外泄事故 私隐专员公署表示已接获通报 初步显示可能超过24000人受影响 糖尿联会的电脑系统于5月26日晚11时 遭受未经授权的第三方入侵 技术人员在一日早上实施发现后 立即关闭受影响设备 并报警和通报私隐专员公署 惠方对事件深表歉意 并已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在发生 与此同时 私隐专员公署已根据既定程序展开调查 并建议相关机构尽快通知受影响人士 东方日报香港交易所宣布 从今年9月23日起 无论天气如何 投资者都可以照常交易 副行政总裁姚佳仁表示 在新冠疫情期间 市场已能正常运作 未来将安排市场演练 确保参与者熟悉新程序 他强调科技已解决许多问题 许多参与者也愿意升级系统 这次是市场全面电子化发展的好机会 不过遇到不可抗力因素 如全市大停电 政府会做特别安排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补充 在极端情况下 政府将介入 香港电台 香港糖尿联会的电脑系统遭黑客入侵 私隐专员公署表示 初步估计超过24000人受影响 上月29日 公署收到事故通报 以建议联会尽快通知受影响人士 并展开调查 联会在上月30日发出通告 表示系统在26日晚遭入侵 27日早上技术人员发现后 立即关闭受影响设备 保护会员及合作伙伴的个人资料 联会以报警处理 并向私隐专员公署通报 经济日报 辞任中院海外非常任法官的陈耀信 近日撰文指香港法制受损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 批评其双重标准 并认为香港的海外法官制度合适 能向世界宣誓香港的普通法法制 崔建春在接待教育局局长 蔡若连及中小学校长后表示 法官应保持职业操守 不应对法律持偏见 她批评美国政客对香港官员的签证限制 并指香港虚拼经济 立法保障国安 特首李家超强调 海外法官制度不会因个人取他而改变 现有法官对香港法制有信心 前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副庭长 罗杰志批评曾耀信 在法律程序进行期间发表评论 认为其文章混淆法庭决定的正确性 与个人厌恶感 经济日报 国际高等教育资讯机构 最新发布的世界最佳留学城市排名揭晓 香港再度下滑一位 位列全球第二十二位 亚洲第五位 落后于日本的东京 大阪 南韩的首尔及新加坡 US排名基于六项指标 包括大学排名 学生组成多元性 城市向往度 雇主活动 可负担能力及学生意愿 涉及于十万名学生的留学经历及评价 伦敦连续六年蝉联榜首 东京和首尔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 尽管香港在大学排名 和雇主活动指标上表现不错 但在学生可负担能力和学习精力 满意度方面有所下滑 QS指出 亚洲城市表现出色 排名普遍上升 显示出国际教育 对学生和国家的好处 星岛日报 中学文凭是即将放榜 不少毕业生选择到外地升学 QS最新最佳留学城市排名显示 香港位列全球第二十二位 较去年微跌一位 北京和上海军打入全球前五十大 排名分别上升六位和两位 QS指出 亚洲城市排名上升得益于 学生群体多样化和就业网络的扩展 全球前十位的城市多位于欧洲 伦敦连续六年成为全球最佳留学城市 东京和首尔紧随其后 香港在大学排名指标中表现最好 位列全球第十 但在生活成本负担能力方面 排名极跌至第102位 教育局调查显示 近四城选择赴外地升学的学生首选内地 北京和上海在QS排名中也表现不俗 东方日报 香港人热衷旅游 但购买旅行保险时需注意细节 以免出事后得不到赔偿 香港专业保险经济协会副主席陈杰之提醒市民 为出发前如目的地发生天灾 主动取消旅程的机票 及酒店订金等可从旅游保险中所长 调查显示 不足1%的港人会就旅游医学做专业咨询 建议旅游前最好先咨询专业人士 肖委会评比本地26款旅游保险计划 发现个人和家庭保费差异可达6倍 去年保险投诉局共收到616宗投诉 只有104人获得保险赔偿 陈杰之表示旅游保险从购买一刻起生效 突发状况如意外疾病或天灾等都可所长 但要注意不同保险计划的赔偿限额和条件 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 部分旅行社会强制购买旅游保险以保障客人 但具体赔偿需是个别保险计划而定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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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